那任契金它里面 或许就是说 有一个一段 对我们修道人来讲 是非常重要 就是大慧扑上问 这个释迦摩尼佛 说我们怎么样 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修道人 各位先生 怎么样才是一个真正的修道人 好像我们听起来这个问题 是很普通很平常 可是大慧菩萨竟然这样问释迦摩尼佛 那释迦摩尼佛就回答 用一个句来回答 那现在或许把那个句讲出来 这个释迦摩尼佛讲 说观察至心首先 远离生俱媚见 善知外伐无限 专求自正圣志 就是讲这个句 所以要做到这样 才是一个真正的修道人 那傅学稍微把那个内容 这个详细解说一下 第一句话 就是观察至心所现 释迦摩尼佛的意思 就是完成的所有一切 这个三额大地 万象万事 全部都是我们真心 那我们要去观察 我们的自己 真心所呈现的所有一切 真正要修道的话 就是要做 我们也要知道三额大地 都是我们性分之中 所呈现的 所以我们一般没有研究的话 会以为跟我没有关系 以为说三额大地 跟我没有关系 可是我们要了解 三额大地 也是我们性分之中呈现 所有万象 也是我们性分之中呈现 我们真心所真心里面所呈现出来的 所以要观察至心所现 这样听得懂吗 可以啦 那么第二句 就是远离 生 住 魅 见 我们产生 我们的念头 生了 然后住 住在我们念头 魅了 念头消失了 要远离 生 住 魅 见 要远离 因为整个凡城 就是我们真心 所以没有对待 不用生出念头 所以我们生出念头就不对 所以要远离 生 住 魅 见 我们的见解 假如说全部都放下 万里放下 一念不生 那个就正确了 只要我们起心动念 就叫邪念 都不正确 所以不正确的 那一身念头 引起我们造业 我们造了业 所以才受苦 在环城六道人会 那只要说我们不产生 没有念头 没有生 住 魅 见 都没有 都远离了 那我们就 不会受苦 因为没有造苦因 苦因我们不造 就不用接受火爆 所以要远离 生 住 魅 见 所以各位在日常生活之中 就是空闲的时候 尽量能够做万远方向 一念不生 不要起心动念 我们时常 这个没事 就会忽视乱想 各位前前会不会 都会 这个是我们人的常情 太阳 多少梦想 还要留钱 对不对 不用付钱 所以就会忽视乱想 那我们要知道 我们之所以 落入凡尘 就是一念忘动 就是忽视乱想来的 所以我们要回 我们本位 每一位都是佛 我们都是佛 要回到佛的本位 就要先把那个念 把他放下 不要起 不要有念 不要有念了 我们就回到本来 很容易 是很容易做 可是我们都不愿意做 愿不愿意做 把念头都放下 不要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 都是我们感官 眼睛 耳朵 鼻子 嘴巴 身体 然后遇到外面的这一些六层景象 然后才产生 念头都是这样产生的 所以这一些都不真 都是因缘机会才有 都是假的 所以我们把这一些假的念头 都不要把它放下 放下以后 我们心就清静 然后一清静就回到本来 本来我们就是佛了 只要能够长时间都很清静的话 就整个佛性都非常光明 很理想 所以我们有时候 没有了解到真理 越努力结果就越偏 偏得越远 那我们了解了以后 偷偷知道真理 所以有一些 是很容易就可以做到的 只是我们不知道那个原理 先生知道了吗 业 我们要了解 念头就是业 我们起心动念 就已经造业 这样知道吗 平常我们不会去想说 起心念头太容易了 我们起心动念 是不是很容易 很容易 所以就没有去管制 都一直让它起心动念 一念接着一念 所以就造了很多业 所以又到人灰 脱离不了 那现在知道说 原来人灰的源头 就是在起心动念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 尽量就不要有 不要起心动念 所以第二句就是 远离生住美间 这样知道了吗 那第三句就是 善知外法无限 我们要善知 善恶的善 知道的知 善知 外法 外面的万法 外法无限 它没有佛性 外法都没有佛性 所以看到的万象万事 它都是稀犯不实在 没有佛性在 那我们知道 那个外法 外面全部都没有 这个佛性在的话 我们就不会住相 那不住相 我们就不会产生念头 没有念头 我们就恢复清静 所以这个佛卫师 告诉我们 要做一个真正的修道人 就是要这个样子 那第四句 就是要专求 自证 圣志 专门的来追求 我们自己啊 圣物啊 自己啊 所具备的 我们就是圣人 圣人的智慧 我们本身就有 只要把凡尘 所学的啊 都放下 那我们本身 所具有的 那个啊 智慧啊 它就产生 叫做般若 那我们有般若了 就有 这个知道 凡尘的事 要怎么应对 应对 这个凡尘的事啊 用般若 就不会造业 所以真正的修道人 就是要做到 释迦摩尼佛讲的 这个句 观察自心啊 所限 远离生旧魅见 善知外伐无限 专求自证圣志 这个是《愣节经》里面 最重要的 一个地方所在 那我们之前也有讲到 《愣节经》的那个 五 五无间啊 各位还有没有印象 五无间就是 杀父杀母杀欧罗汝 破合合身 恶心出佛身穴 有没有印象 有没有印象 那个哦 也就是哦 那个五无间罪 我们造了五无间罪 要进入 何比地义 可是佛在解说的时候 也竟然把它完全都 解说不同 有没有 有没有印象 有没有印象啊 所以各位哦 要拿那个 DVD回去看 看得熟一点嘛 你家里有那个 可以看影集的 那个就是可以看这个DVD的 一样的 你一放进去 它就开始 开始做了 不了解 可以再重复看 一定会懂的 懂了以后 你会很高兴 会充满法喜啊 不懂的话 好像离我很远 一懂了以后 好像就这么亲切 在我们资深 在资深上 所以那个五无间罪啊 跟那个五无间的修处方法 完全不一样 所以在嫩鞋经 里面才有记载 那没有看过的人啊 他会说 那我这样 那怎么差那么大 那个进入而比地狱呢 跟你能够修无无间的话 就可以成仙作佛了 马上成佛了 是不是差别很大 一个要进入 那个最苦的地狱 一个可以成佛 差别很大 所以完全就是在内容 内容不一样 我们把那个 无名啊 杀掉 无名啊 就是父 杀父啊 就是杀掉无名 可是我们的凡尘的话 假如说我们杀掉 生我们的父母啊 那个知狗不如了 比那个禽兽都还不如 我们要了解说 身体的来源 就是父母亲 父母亲把我们生下来 辛辛苦苦啊 把我们护养长大 这个报温都来不及了 哪可以去杀他 所以哦 那个完全是在 讲我们精神方面的 一个修处方法 因为我们无名啊 才会造业 造了业才会受苦 所以要把这个无名去掉 也叫做杀父 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研究 就是要透彻 那贪爱啊 就是母 我们把贪爱 杀掉 就是杀母 所以那个完全都不同了 那个杀欧罗汉 就是自私 我们把自私的心杀掉 都是公心一片 是不是很理想 那个破和和声 就是我们不要孕机五孕 我们在生活之中啊 都在孕居 色受想行事啊 然后我们呢 现在了解不要孕 我们呢 在反省生活 第一个最容易产生的 就是孕 可有没有发现 这个孕很容易产生 有没有发现 可能都不知道了 它产生的时候也不知道 只要不胜我们的心啊 都会怨 有没有 这个怨真的是 好像跟随得很紧 跟着我们很紧 那我们要了解 这个怨啊 它有毒 不知道清楚的话 那个毒性越来越强 就变恨 怨恨 有没有 恨是不是比较严重了 对不对 怎么来 就是从怨而来 怨不知道清楚啊 简直就恨了 怨恨 恼 懊恼 怒怒 怒 怒患 都有毒啊 我们在生活之中 已经在酝酿 这个毒 在我们兴奋 在我们兴奋之中 下一身 转世的时候啊 就是毒舌 全身都是毒 所以只要我们 充满那个 厌奋恼怒烦 人家敢不敢跟我们接近 是不是 就是敬而言之 后那个人哦 最好不要跟他碰上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 就是不要晕 不要酝酿 这个五蕴 所以呢 那个破合而生 就是不酝酿这个云 那恶心呢 出佛身裙 就是想害佛 那个就是嫉妒啦 后一生佛我做中生 然后嫉妒 想要把他害 那佛说呢 我们哦 要把这一生啊 当成是最后生 这一生的身体啊 是最后的身了 我以后不再来了 所以要把他杀掉 杀掉哦 那个佛身血 所以完全哦 真的是 要我们成佛的 一个修主方法 我们有没有那个 决定的心说 我这一生 这一生是最后的 以后不再来了 有没有 发现来可以啦 不要被业力推来 可是我们大部分哦 这个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都是被业力推来的 没有来完成啊 这个还不行耶 所以哦 我们要把这个业啊 全部都消除 那消除业啊 最好的方法 就是万年放下 一年不生 不产生念头 不起心动念 所以只要我们 一直告诉自己 不要起心动念 不要有妄想 我们久而久之哦 念头一起来 马上会发觉 哦 要起来吗 发觉了以后哦 它就不会延续啊 不会一念 接一念 那我们没有发现哦 都会哦 一念消失了 又一念心了啦 没有停止的时候 所以我们了解说呢 这个佛呢 告诉我们 说凡尘啊 真的都是我们的真心啊 我们因为落入凡尘哦 被形象哦 又后 我们呢 去追求形象 不知道所有万象 都是我们真心 那我们既然都知道以后啊 就不用分配 都是我的真心 我们没有心哦 就没有万象啊 是不是看万象啊 都是心 对不对 没有心就没有象 看到什么知道什么啊 那个都是心 所以我们了解说 佛在教我们的哦 他都是从真理的角度啊 吃法哦 绝对都不会臭 所以呢 或者说啊 这个嫩切金啊 或者记得比较强烈的 就是佛的哦 这个哦 世纪 就是大会菩萨问 什么样才是一个真的修道人 这样各位知道了吗 知道怎么样才是一个 真的修道人了吗 知不知道 有办法不得把他讲出来吗 世纪啊 刚才讲的 很不错哦 这个马上哦 就能够记得下来 这个很好 这样写呢 绝对都可以成佛的